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买了 你有看懂 你买的是旧的还是新的吗 这么多人买高股息ETF 吸金金额千亿元创历史新高 什么叫做老牌的呢 就是这一些 我就不足以念咯 老的原因是因为他早诞生嘛 像我两年纪差不多 没有老 比你老了 2007年 2018年 所以早上市早出生 他叫做老 但是去年 去年才生出来的 今年才生的 这叫做新这三档 Jeff 问一下 年轻的 像我帮儿子女儿定期定额买 定期定额买这种有配息的ETF 这一种年轻人 或者说像我们即将要退休了 买来当存股的 到底我是要挑老的呢 还是要挑新的呢 该怎么判断呢 先帮我从老的跟新的归纳一下几个特色 好 我想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来 高配息的这种高股息的ETF的话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最元老的 像元大高股学者 就是跟着一般大盘追的 这是最原始 而且最一般的 就一个破这样去挑 高配息就把它抓过来 不分类的 第二类呢 就会特定锁定某些产业的 比如说像这个国泰的台湾 5G plus 这是特地锁定某些产业 另外可以在这个表里面看到 有两党跟中国有关的 过去讲配息的时候 大家可能比较注重的是 台湾股市的相关的ETF 可是中国股市的ETF 现在开始慢慢有 类似这样子的配息的基金出来了 好 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年轻老的要挑新来就 好 我们长幼有序 我们敬老尊先从老年来讲 这个待会我们就看一下 老年人跟这个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选 我觉得新旧基金倒不是重点 要看几个原则 看什么 第一个看个人属性 如果你积极型的话 可以学指数比较偏定 特定产业 像我们刚刚讲的5G plus 或者金融股为主 这个为主 可是如果是比较稳健型的人的话 我想大盘指数 就是我们刚讲一般的 原大高股息的一种 或是产业有平均分配 不是特别专注在哪些产业的 这可能稍微稳健一点点 当然要做这个高配息的 这个高息的ETF 最重要当然就是看 它的配息殖利率 配息殖利率当然要稳定 然后最好多少 年平均配息 我觉得至少要4%以上 因为我们现在台股的平均 这个配息大概就是3% 多接近4% 台股股息殖利率 大概3到4%以上 你怎么能够输大盘 那我们就敬老尊贤了 先来看年长者 买来当存股的高股息ETF 您挑中三档 我先从刚刚的集体里面挑三档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国泰鼓励精选30号 为什么选它 因为我们刚讲年长者 很多人是在存股的心态上面 买这种高息的ETF 那过去大家买这个存股 我很喜欢买什么金融股 对呀 所以呢 到现在还一样 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权重的前三名 你可以看到 有两档都是金融股 对还有电信 对 这个是年长者爱买的 是 就是年长者喜欢的所谓存股概念 那它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就是6.7% 而且是半年配一次 一年配两次 对一年配两次 那有些这个年长者 他有现金融的需求 半年领一次对他来讲 是很方便的 那最近下一次配息的时间 是在今年的8月 这也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参与这个配息 时间也可以参考一下 买进00701的理由 好我觉得就是 因为最近金融股有在动 所以我觉得喜欢金融股存股 你真的可以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ETF的投资 因为金融股最近转强 0056挑他的理由 0056不用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他权重前三个 光宝科 华硕跟年强 基本上这是科技类股 但是他因为是发行最久的 你可以看他年化配息率 大概有百分之五点 年化殖利率 殖利率百分之五点三七 而且他每年配一次 所以一年才配一次 那他最近一次配息要到今年的10月才开始配 刚刚有讲 因为他是老牌基金 有多年的配息记录 我觉得对年长者 他看到这些记录会比较安心一点点 第三档 第三档是00878的国泰永续高股息 这档基金在我们节目中讨论了很多次 基本上他的前三大比较权重的股票是 银叶达 光宝科 华硕也是以科技为股 可是因为他是强调永续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永续未来是一个趋势 所以他是一个趋势型的ETF 永续就是ESG 环境保护公司治理等等 你知道吗 这是外资最爱的 国际热钱都专门找ESG相关公司投资 是的 从去年开始就夯到现在 那他的这个年化帮助 这要特别讲 因为他去年配的时候 我们讲过 因为他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有拿到完整的配息 今年会比较多 所以他去年是3.644年化殖利率 今年应该有机会到4%以上 就回到正常的水准 然后他是季配 我刚刚讲 很多年长者他有现金额的需求的话 每一季他可以去领这个现金 对他来讲是更安心的 这一档年8.78 一年配4次 下个月就要除息 所以这档可以最近观察一下 他的走势 好 年长者买存股 高股息ETF当存股 那年轻的呢 定期定额买什么呢 年轻的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你可能积极一点 像我们刚刚讲 中信的中国高股息 这是新兵嘛 对不对 可以藏些 那他的这个权重的前三名 一个是信义玻璃跟联想集团 还有亚居乐集团这几个 基本上跟你想象的A股不一样 我们之前有讲过 他不是配置在A股的成分股里面 那他的年轻报酬率呢 跟您说一下 他这些的标的就是 大陆企业挂在香港 挂在港股 所以才有办法领到席 挂在境内的A股那些是没有席的 OK OK 那他年化殖利率呢 预估可以到百分之六点五九 这算是非常高的 他是半年配一次 那下次配的话呢 是八月是第一次配 所以现在大家很关心 他第一次配会配出什么样的水准出来 好 那买进的理由就是讲 过去这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 在香港挂牌的个股 可能价格上面稍微偏低 所以他有估值相对较低的特色 低基期 低基期 对 所以近期买可以让这个股利率 锁在相对的高档的位置 这是一个特色 好 那第二档呢 推荐给这个年轻人的 是国泰台湾5G 刚刚讲的嘛 就focus焦点 放在单一的产业 对 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产业 5G相对的产业 那所以他权重最大的三个 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那他年轻人配 其实因为这个 他基本上也还没有配 所以他预估这是过去的回归 来推是大概4% 那半年配一次 那在今年8月 就会第一次配了 那为什么要配他 为什么要推荐他 基本上就是 他其实虽然像5G 可是他配的蛮均衡的 在5G相关产业里面 他其实上中下游 其实都配的还蛮平均 不会太集中 而且他是我们国内唯一党 5G ETF总共有四党 他是唯一党有配息的 而且是集中在 Taiwan境内的5G公司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富邦台湾优质高息 那可以看到他权重 跟前面两个不一样 台硕台化跟联有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虽然有科技股 可是他有过去传统 大家认为是 相对安全的这个股票 那我觉得年轻人 不是说完全到积极 还是可以配一些稳定的 那年化的这个指利率是百分之四点八四 是年配 下一次配是十月份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推进这个买进的理由 在说因为在股市高点下面 他有所谓价值投资的这个好选择 OK OK 所以这是给年轻人 好 感谢政府非常谢谢您 政府今天这一题呢 说实在我在想说 老的 新的 这些呢 都是高配息的ETF 有差吗 有 差很大呢 所以呢 怎么个挑法呢 还可以说 端端您的心态呢 如果呢 年长者 哎呀 风险系数要低一点点 不敢冒风险了 所以呢 年长者呢 挑有配息记录比较好 年轻的呢 风险性可以拉高一点点 因为呢 风险比较高 报酬率相对偶尔也会比较高 但赔也赔比较多 所以呢 可以挑那个比较产业型的 你只先看年长者咯 年长者 这部帮您挑的 00701 056 0878 跟您做分享 买进的理由 年轻的定期定额 扣款去买 高配息的ETF呢 00882 中国的 00881 这个国泰台湾居家 00730 全部都是高配息的三档标的哦 各挑三档 只为了您着想 这个结论掌握一下咯 接下来呢 还有更精彩的 可可大哥请上来 掌握什么呢 明天台股的重点呢 好的 我想你一定要留意指标股 鸿海跟台积电的支撑压力 跟未来的趋势走向 那紧盯外资的现货的动向 外资期货的空单 口述的变化 注意 技术指标的位阶 多空的转折 趋势的动向 观察美股涨跌走势大方向 请要顺势操作 留意股市的两大风险 一个是通膨 一个是宽松退场的恐慌 是不是有发生的动作 郭大哥 是 美国股市最近很奇怪 前面都让涨跌互建 找不到方向 到最后再本来就是杀低 再本来就是拉高 如果还是这么不稳 台股也是会走得比较稍微乱 对不对 就是一样十天坡左右对称 好 葵郭大哥又再次提醒了 从今天开始会走21天 区间刚刚也带过了 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呢 现在晚上11点半了 美国股市四大市场 又开始了红黑不间断的 反反复复 但是压轴是在收盘的那一刻 到底会怎么个变化呢 我们盯着看 涨跌互建的美股 您怎么了 CityW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